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小黄问奖倒窝在地 只见白银男活爆狂呛侠 一开口就是威胁 白银男张壮遭到逼车 但胸和模样到底谁比谁 一下说要开枪 一下又恐吓要对问奖不利 女乘客吓坏全程搜证 只见问奖批批刷狂道歉 因为她说要开枪 可不是随口说说 连三身枪响继承车车窗 瞬间碎裂打出一个洞 恐怖开枪逼车 就发生在台北大直美丽华旁 当时问奖切入车道载客 后方驾驶宾驶车的白银男 认为问奖真的当初去路 竟拦下小黄还持震爆枪射击 接着又两度拦车恐吓踹上问奖 就跟我讲说 女士要吃子弹是不是 太凶了 当下也是很怕 人很大力用一般嘴唇的游血 那你的东西 震爆枪而已 气动而已 高帅高帅 持震爆枪上的路找问奖 麻烦毁损小黄兵 智南却一副事不管己 但被远警要求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却心虚开车老婆 涉嫌恐吓妨碍自由 及违反社会秩序有无法 等罪嫌侦犯 前犯持的空气枪 虽未裂管没有杀伤力 老实问奖也不愿提高毁损 但行车纠纷就成兄斗狠 还嚣张开空气枪恐吓 后续再这么躲也无法躲避罪责 记者杨洁张贝兹采访不到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任务增广见闻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掌握每日时事 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视 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